北京时间11月2日,黄蜂主场迎战雷霆,乔治慈一方会平平,没想到东方不亮西方亮,凭借气部的强势发挥,最终雷霆111-107战胜了黄蜂,取得了开萨迪以来的三连胜, 同时一买也离他们渐行渐远,维斯布鲁克得到29分时助攻,阿布里内斯得到25分,施罗德21分,沃克21分,黄蜂作为联盟进攻的翘楚球队,雷霆本场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,毕竟雷霆不是以防守而建长的球队,本来希望乔治可以和威少联手带领球队攻陷黄蜂主场,谁料乔治本场手感冰凉, 替补骑兵,阿布里内斯爆发,但姐砍下15分带领球队逆转黄蜂,最后雷霆战胜了黄蜂,而乔治也不用再背锅了,可谓是皆大欢喜,而替补上除了阿布里内斯之外,还有一人表现可圈可点, 这人就是砍下21分5助攻的施罗德,从修赛季被交易至雷霆便被寄予后望,而如今终于兑现了天赋,成为替补袭上的一把利刃,施罗德的实力不容置疑,就是起打球的风格一直为人所诟病,作为一名替补可以给施罗德打满分, 但是作为一名首发还是烧欠火候,这也是继雷霆杰克逊后雷霆替补上可以信赖的人,自从2015年雷霆将雷霆杰克逊交易至活塞后,雷霆的替补后卫一直是一块顽疾,总是前有新秀佩恩,经验不足,身体素质性缺,后有费尔顿,虽身体净胞,但岁月不饶人,所以这两,人都难堪大用, 这让教练在替补空位的选择上捉筋肩肘,对于威少的使用也稍有欠佳,而三年之后,雷霆终于迎来了施罗德,这位替补汉将,和威少一样施罗德具有极快的速度和超强的突破,并且还有敢打敢拼的精神,这让施罗德无奉衔接雷霆,现在雷霆的替补空位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,多诺万好好利用他, 就会让施罗德成为替补席上的一把尖刀,而事实上多诺万还是很重要施罗德当,记了他充足的上场时间,并且有时还有一让他与威少搭配,就会进一步提升雷霆的攻防速度,施罗德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,可助雷霆挺进气候散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